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邦文好我是静恩 首先一起关注普莱河桥通车的消息 衔接整林山到奔征 丹荣兵的普莱河桥今天通车了 民众可以从今天傍晚六点起 使用普莱河桥往返新山县和奔征县 这条桥通车后 从整林山丹荣伯勒巴斯港口 到奔征规格的车程 大大缩短了一半 从原本的一个小时 缩短到现在只需要30分钟 这项耗资810级 由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发展的项目 全长7.5公里 双向道路各有两条车道 垂直进空高度有25公尺 宽度有100公尺 可以让船穿过桥下航行 根据交通影响评估研究显示 在高峰时段预料每个小时将会有高达3000辆的交通工具 使用普莱河桥 相信通车后可以强化柔州的陆路交通系统 柔佛州大臣翁哈菲兹今天为普莱河桥主持通车仪式 他说普莱河桥的落成不只会带动单荣博勒巴斯港口的发展 也可以刺激周边工业区以及生态旅游区的发展 包括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单荣比爱国家公园 以及规格岛的红树林 接下来关注这起社会新闻 三位华裔好友在Telegram一家中国国际公司看到招人广告 被高薪酬提供住宿和每日膳食所吸引 印装了网络赌博服务员的职位 他们为了这份工作远赴异乡到迪拜 希望赚取每个月8000令吉的薪水 以及4%的佣金 结果抵达之后一切却变了样 他们抵达之后被软禁在别墅长达一年多 如果无法达到一天1万美元的营业额 他们要面对跑步、伏地挺身的处罚 另外公司给他们的薪水不止和之前承诺的不一样 还有几次以不赚钱为理由没有发薪水 他们趁着去年圣诞节看守人疏师看管 急忙逃出别墅 并联系了家人 最终他们通过丹荣彼爱国会议员黄日生 以及北干纳纳州议员陈永明向马来西亚 驻迪拜总领事馆求助 最后才成功回国和家人团聚过年 最后一起关注走私案消息 柔州关税局在过去三个月内先后侦破了三宗走私案 起货总值超过312万令吉没有缴税的烈酒、啤酒及香烟 并逮捕一名孟加拉吉男子 柔佛州关税局局长密斯巴虎丁今天召开发布会时透露 不法分子使用的各种走私招数 这些不法分子使用各种方法企图阉人耳目 包括涉嫌从中国进口三个货柜到柔佛州 再以苹果饮料做烟户 其实里面装的是走私的啤酒 他提到现场起货的啤酒价值23万4千令吉 涉嫌逃税金额是149万3千令吉 三个货柜价值15千令吉 这三者加起来总值高达174万2千令吉 也有不法分子利用住宅区或游棕园 把走私物品藏起来 再把它销售到本地市场 他说根据初步调查 这些香烟相信是从外国进口 先藏在棕油园一段时间后 再销售到本地市场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洲日报 新洲网